前文所讲的五件事 一者知心体 这是在前面高信谈 前文就不多重复了 前文所讲的五件事 即一者知心体 二者知心用 三者常觉不停 四者常观身空计 四者常观身空计 五者守移不移 都是大圣国教的基本毅力 这五件事 都是以具相应的国经 而做的陈述 不是于佛法合理之外 随意的胡扯乱讲的讲话 据统计 四者高信大师 在入道安教方面法门 这个3641个词里面 共有25处 引用了13部国教经典 还有两部论诀 其中包括大品经 法华经 法剧经 官无量寿经 华严经 金刚经 冷邪经 涅槃经 普贤观经 微博节经 文书说波热经 无量义经 一教经 等佛经 还有大知诸论 还有金刚波热 《波罗蜜经论》这两部论诀论 大家再看大屏幕 此日无漏夜 亦是究竟亦 超过生文地 直取菩萨道 文者一修行 不须置疑惑 此祖特别强调 他所传的谈法 完全是以大圣经典为引据 不是你外方说的 并现在一再强调 此事无漏夜 亦是究竟亦 所修所行 它不是有漏之夜 而是无漏夜行 是究竟亦 是了义 不是不了义 佛教的教义 有了义教 有不了义教 不了义教 是佛陀的方便说 了义教呢 是佛陀的究竟说 佛教里边有 四以四不以 内容是 以法不以人 以义不以语 以智不以事 以了义经 不以不了义经 四以四不以 出自于大界盘经 圈六 四五道新大师 入到安教方便法门 里边引用的 以俱的佛经 入法华经 华严经 大国界盘经 仁谐经 归摩经 佛义教经 佛陀佛的所说经 等等 都是了义经 所以呢 四五道新大师 他的财产 开出生谱奖 此事无漏夜 意识究竟一 超过双门地 直取菩萨道 以这样的修行方法 修行 超越了小圣佛教的 波罗汉境界 直接趋向 大圣佛教的 菩萨道德 听文者应该 应该以此修行 文者一修行 不须置疑惑 这句话 斩钉截铁 铿墙有力 不如有丝毫的疑惑 和困惑 不如有任何的 怀疑困惑 听闻道 诸道安要方便法门的人 应该抓紧事件 以此修行 不要有疑惑 赵信大师 讲的 涉及到一些名字数据 在这里 可以说做解释 首先 露于不露 露者 他是泄露之意 露泄之意 是烦恼的医名 贪沉吃饭 一额见等烦恼 日夜 忧眼耳鼻达身一等 六根门泄露 留住不止 所以成为露 露又有露落之意 烦恼使人露落三个道 不讲烦恼之法 成为有露法 离烦恼之法 成为无露法 以清静无露之界定位三学 精进修行 正不涅槃 便是无露因 这在佛教议理上来讲 也是究竟的 无露也称为无露因 不称无露法 无露法性 非万法的实性 就是真如实下 所以说是究竟意 是第一异地 还有声门是菩萨 声门 是佛陀小圣佛法中的弟子 就是罗汉 那么听门是佛陀之言教 不四地之理 断见思之后 而入有余涅槃 有余涅槃 那么 声门圣呢 也有十地 在这个菩萨道 才有十地嘛 菩萨十地嘛 那么 这个声门圣呢 这罗汉也有十地 第一是寿三规地 二是信地 三是信法地 四是内凡夫地 五是学信界地 又是八人地 七是虚托地 八是斯托汉地 九是窝罗汉地 十是窝罗汉地 这是窝罗汉地十地 就是声门十地 菩萨呢 在印度语里呢 叫菩提萨多 菩萨是菩提萨多的简称 以前呢 在唐诵之前 旧义呢 叫大道生众生 道众生 这个心义呢 叫大觉有情 觉有情 就是求到大心之人 或者说求到大觉之人 也称为大觉有情 菩提萨多呢 又有勇猛之意 勇猛求佛道的 大圣修行者 称为菩萨 也称为大士 菩萨道 则是圆满自律 立他的自他两立 成就佛道的菩萨道徒 也称为菩萨菩提之路 菩萨道的修行 分为十二个阶位 包括十信 十度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等约妙诀 这是菩萨的五十二位 那么声闻和菩萨的 主要区别在哪里呢 第一是发心不同 声闻重在修行自己 就是自己修行 要自身成就 那么菩萨除自己修行之外 还要带领大众一起修行 自度度他 自律与他 共同成就 所以呢 成为声闻呢 为小圣 称菩萨呢 为大圣 圣就是车传的意思 二者成就的果位也不同 声闻成就呢 是有余引涅槃 有余涅槃 也叫有余引涅槃 那么菩萨成就呢 是无余引涅槃 无余引涅槃 以实靠的意义 涅槃又成为 泥环 灭度 寂灭 不生 无为 安乐 无生法人 不生法人 解脱 现在呢 统成就叫原济 就是灭法 灭度 灭度者 为灭生死之因果 度生死之暴流 济 就是无为空济安稳之意 不生不死 就苦果不再生气 无为 是无过业 这因缘造作 安乐 就是安乐 安安 安稳快乐 解脱就是离众果 那么涅槃呢 也能跟大家解释一下 涅槃是刚才说过了 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 或者叫有余引涅槃 无依引涅槃 这两种 有余引涅槃的 乙是有漏的 乙存肉身之一 对过业成为瑜 有余引涅槃 是生死之夜今已尽 有余引涅槃 还有有肉身的瑜伽 这有余引涅槃 正如汉是有肉身的 这叫有欲引涅槃 还有肉身存在吗 到了佛萨道成就了以后 就不需要肉身了 叫无欲引涅槃 是圆满成就 好 大家再看大屏幕 心心相续 高兴大师讲 入人学舍 出舍大准 次重小准 次重大地 次重小地 次重一毛 次特一毛做百分 次重百毛之一分 次后见设前见 前后 这个发破的音 破破相助 不令见落 这段话是四祖刀新大师 与古人学习射箭的例子 讲修行者 如何循心渐进的修行 古人学习射箭的时候 最早是用兽皮做靶子的 所以说靶 左边是个蛤字 就是兽皮 右边是个蛤字 把那个音 跟蛤相近的音 后来呢 突然把这个兽皮 不用兽皮了 用木板来代替兽皮 做这个剑靶 剑靶一般是一十五寸剑方 用木板做好 后边定了两个木棍 木垃 埋到地下 地面一般是三尺高 根据人类身高 来确定它的高度 这个以剑靶为中心 它以圆心为中心 画一个五寸的圆圈 涂上白色 成为小地 地 你看左边是个白字 右边是个勺 那么 是白色的 一开始是白色的 画得要用白石灰 或者石头 画得叫小地 用那个勺表示剑靶的龙座 那一点儿表示你射动了这一剑 射动了靶心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墓地 这个地 就是用靶心 这个意思来的 这个墓地 后来呢 有条件的靶场 把小地涂成红色 更加显目了 在小地的外围 画一个直径八寸的 铜心圆 涂成粉色 或者是橙色 成为大地 在大地的外围呢 再画一个直径一尺的铜心圆 涂成黄色 成为小准 在小准的外围 再画一个直径一尺二寸的铜心圆 涂成蓝色 成为大准 是瞄准对准准确的原始意义 都是为射箭的 从射箭来的 大准小准 从这个名字来的 准备 对准准确 准确不准确准确 都是这个 那么 剑靶固定在靶场的一端 距离剑靶 十丈 十五丈 二十丈 二十五丈 分别画几条白线 那么 中国的过去一尺 相当于公质的三十三点三公分 三十三厘米 那么十寸就是一尺 十尺就是一丈 过去都说论丈 不良土地 过去没有米尺 就是一百五十步的一丈 过去 以前我三步一扣 朝白五代山的时候 还有三步一扣 朝白雪花山的时候 有人给我数着 师傅这不是三步一扣啊 这是六步一扣啊 不是说三步一扣吗 实际是不明白 过去你左脚迈一步 右脚迈一步 成为一大步 一步就是五尺 两步就是一丈 一百五丈就是一几度 要是两母数呢 长三十步 宽二十步 这就是一亩地 是这个样子 所以两步五尺 就是一步是五尺 实际是两小步 这是一大步 所以说三步一扣 要细数就是六小步 实际是三大步 三步一扣 包括台湾 清雲大社他们拍的 观神经菩萨传奇 他们有个老太太 也是这么三步一扣的 跟师父拍的故事一样的 这是古代 这个传统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不如用小步数 你数大步就对了 三步一扣 是这个样子 所以过去呢 炼射舰的时候 看你比例小的 工业小 工业细 看你比例大小 给你十丈还是十五丈 还是二十丈 三十丈 那要三十丈 那就是八十多米了 过去 垂湖里面讲 小鱼广滑融 百步传阳 那力量就很大了 百步传阳 那就像是八十多米啊 八十多米多大级别了 咱们观音殿 就咱们现在东奖堂西奖堂的距离多少 七十二米 七十二米 百步传阳 比这个距离还远 你想想 这多大的距离啊 那么过去的人学践的时候 首先便是设大准 等到大准准确之后 再接下来便设小准 等到小准设准确之后 再练及设大地 大地设准确了 再练及设小地 就是小准设的小圆 五寸的 等到把这个小地也设准了 再怎么练呢 用蚂蚁毛 现在念尾了 就是蚂蚁 或计讲蚂蚁 不是说地上爬那个蚂蚁 马的尾巴 正确的蚂蚁念尾 蚂蚁 用蚂蚁毛 蚂蚁毛很细的 用一尺的蚂蚁毛 再练射箭 把这个蚂蚁毛射到一百段 射到一百段啊 一尺的蚂蚁毛射到一百段 你想想 它是什么眼壁 什么剑法了 它就相当厉害了 射到一百段还不行 还得再射 射到什么程度啊 前面剑射中了 之后第二剑射到前面那个剑的剑尾上 第三剑射到第二剑的剑尾上 不得到地下 这才行 这到底炉火纯青了 到炉火纯青了怎么办 还不行 还得继续练 不能一天都不能耽误 一天都不能剑断 过去讲 一天不练功 自己知道 三天不练功 师父知道 七天不练功 对手不知道 对不对啊 所以功夫要常练的 这就是修行的一样 也就是这个意思 那就不能懈怠 十江莫尼佛 在《守冷言三味经》里边 也曾经用随提射箭 来比喻 修行佛法 他这原本说 佛告皆一律 比如学射 先射大准 射大准以 学射小准 设小准以 学射地 学射地以 次学射障 学射障以 学射百毛 设百毛以 学射十毛 设十毛以 学射一毛 设一毛以 学射百分毛之一分 能射事以 名为善射 随意不空 事人若欲于夜暗中 所闻阴生 若人非人 不用心力 射之皆夺 那个招 八卓的阴 不念招了 多阴字了 大家可以招一下自己 古人学射箭 是这样 精精不懈的 大家无论做任何事情 都要像古人学射箭一样 精精不懈 包括修行 各要像古人 随意射箭一样 勇猛精进 精一求精 孰己入死 才能够成就道业 好 所谓 学佛部队徒心 成佛有余 可是呢 经常见到很多学佛的人 叫什么 学佛一年活在眼前 学佛二年 活在大殿 学佛三年活在天边 越来越远 包括出家人 居士更多 什么原因呢 窃带 不精进 就是道心不坚固 或者说 缺乏坚固心和长远心 菩提子们 应该是见闲思奇 向前辈修行人去学心 不但要发慈悲心和菩提心 更要发长远心和坚固心 如果没有长远心和坚固心 你那个菩提心 你那个慈悲心 也是不长久的 会退重一个退心的 今天说到这里 我相信一件事 深圳来到三十多位 冰死吧 在场没在场 到了没到 今天晚上到 今天晚上七点到 今天晚上七点到 深圳三十多位信众 他们订的机票 没订成机票 可能是因为经济原因吧 订的火车 从深圳坐火车到济南 要二十多个小时 有的人没订 Masters 有的人没订上票 泛人来 五个人 昨天 陈陈ойд表现 跟我发回信 师傅 我们已经上车了 还有五个人 没买上票 也会上车了 会上车了 他就是 泛票 staan��疹来啊 20多个小时啊 大家想一想,或者是站在座儿里面去。 就这么来呀,二十多个小时啊,这叫什么心呢? 这叫什么心? 坚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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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这种心,大家可以去下定义。 应该是值得钦佩的,值得大家学习的。 他为了参加证据寺的法会,参加证据寺的博尝产业班, 还有呢,有的来做义工的,干脆来做义工的, 还有来参加蝉茶班的,买火车票,二十几个小时。 有的买不上火车票,买站台票混上去, 现在站台票可能都不卖了吧? 怎么混上去呢?我不清楚。 凡是上火车票。 大家修行要保持这种坚固心, 那么无事不办。 肯定能承受道歉。 不过时间问题而已。 好,大家回过头来,再看大屏幕。 欲人习道,念念助心,心心相续。 无展坚念,正念不断,正念现前。 以上啊,以练习射见的例子。 体育人们修行要置心一处。 要看好自己的每一个念头, 每一声过号,都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聊聊分明。 同时呢,修行还要像学习射念一样。 只有持之以恒,才能够成功。 要一个心念,接着一个心念。 一声佛号,接着一声佛号。 念念相续,不令间断。 当一个人正念不间断的时候, 其理解分别念法之心, 实性实相也就现前了。 正念呢,是八正道之一。 也就是说,在保持正直正见的基础上, 有意识地深入观察觉照。 所以四所道新大师讲, 正念不断,正念现前。 这两个正念,是两个意思。 前面这个正念不断, 是你念念不住, 其无旁误,这个正念。 后边这个正念现前,是八正道的正念, 正念现前。 那就成就了。 好,再看大屏幕。 又是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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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智慧箭设三解脱门, 迫迫相助, 故令落地。 四五道新大师, 在这句话呀, 出自于大制度论, 卷第七识, 是大师奇品。 他的原文是, 助人善于射术, 公是菩萨坦定, 箭是智慧, 虚空是三解脱门, 地是涅槃。 是菩萨以智慧箭, 射三解脱门虚空, 更以方便利故, 以后箭箭前箭, 不令堕涅槃体。 未居足失地等博士, 故忠不取证。 三解脱门, 是通往解脱之道的三种法门, 就是空、无相、无愿, 这三者称为三三位, 这三解脱门。 空解脱门, 是观助法之因缘所生法, 无我, 无我所有。 无相解脱门, 又成为无想门, 观一切法离相, 因一切法通过, 不拙欲相。 无愿解脱门, 又成为无作门, 无欲门。 观一切法离愿, 观无相故, 于未来生死相续, 无所爱染愿求。 所以叫做无愿解脱门。 阔阔相助, 不令落地, 就是智慧箭, 要一箭接一箭地射出去, 而且后见, 射到前见的见尾上。 渐渐相提, 不令间断, 比喻修行需要智慧, 需要专心恒心, 不令间断, 精进不懈,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比如说寺院的山门, 表示三解脱门。 佛教寺院, 这大门也称为山门, 也叫三门, 山门也叫三门。 规模大一些的寺院, 比如说, 更有四方, 规模还算比较大一点。 大门是三个门。 三个门中间叫空门, 三门。 东边叫无想门, 西边叫无作门, 这叫三门。 小一点的寺院, 规模小的, 它只有一个门, 它也叫三门。 一个门也叫三门, 这就是佛教的规定。 三解脱, 空门, 无想无作, 这是三门。 佛提论里面讲, 大宫殿三九头门, 为所入处。 大宫殿, 御法空叶盘地, 三九头门, 为空无向无作。 今寺院, 是赤戒修道, 求治叶盘人居之, 故由三门入矶。 在景德全宗路里面, 景德全宗路的目中章里面, 讲过一则公安。 有一天, 一位天使, 问老和尚, 他说, 你三个门都开着, 我从哪个门进去呀? 就难为老和尚。 老和尚他是明眼战之士, 有素质命头。 一看就知道, 这个天人以前做过上书, 前世做过上书。 所以老和尚就叫了一声, 上书, 这个天人未有思想准备, 诺, 我去答应, 是, 道。 他说, 你从信门入, 从信门入。 那么, 意思就是, 佛法无边, 由信而入门, 所以说, 从信门入。 你三个门, 空无相无数, 你都不用路, 都不用路, 从信门入就好。 好, 大家再看大屏幕啊。 又入砖火, 未热耳熄, 谁欲得火, 火难可得。 他说, 道新大师讲, 又比入砖木居火, 还未等木头发热, 便给到牢内停下来休息了。 虽然想得到火, 然而却未得到火。 这句话, 比于修行啊, 不可以三天打局, 两天再往, 都持续一行。 好, 再看大屏幕。 又入, 家有路易珠, 所求无不得, 忽然而一失, 意念无忘实。 他说, 又, 道新大师啊, 又讲, 又比如说, 家里头有颗路易宝珠, 对着他求什么, 只能得到什么, 无不随意。 不然有一天呢, 入一宝珠就失了。 就感到非常的遗憾, 而念念不能忘回来。 随时一念起来, 不能忘记他。 好, 再看大屏幕。 道新大师讲, 又入, 足箭入肉, 赶出足游载, 入此受苦痛, 义武展望时, 念念常在心, 七壮当入世。 好, 道新大师讲啊, 又像是一支足箭, 射入自己的肉羽一样。 忍痛, 将箭板拔出来了, 而占了毒药的金属箭头还留在其内。 遭受这样的痛苦, 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能够忘却的。 这种经历和情景, 会在自己的心头念念不忘。 这个足就是箭头的意思。 道新大师用这两个比喻, 说明两层意思。 第一, 入到安医药方便法门, 介绍的修行方法, 就像路易宝珠一样, 宝贵, 要倍加珍惜, 精心羞耻。 第二呢, 入足箭, 在自己的身体一样, 刻骨铭心。 不能忘失, 也不敢忘失。 如果能够依照该法门修行, 是人生最大的主报, 也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一横赞美。 法门就是一横赞美。 本书《菩萨说过热经》讲的一横赞美。 后面讲最后一节, 法药秘传, 大家看大屏幕。 此法必要, 不得传非其人, 非是其法不传, 但恐前人不信, 限其棒法之罪, 必须责人, 不得造次折说, 甚至甚至。 大师讲, 本祖道爱药方便法门, 非常的神秘, 非常的宝贵, 非常的宝贵, 非常的重要。 不得传为不该传的人, 也不能传错了人。 这样做, 不是利息这个法门不往外传, 而是不把你面前的人不相信, 不生敬仰, 肆意的诡谤, 以至于扮下, 使这个人扮下棒和棒法的罪季, 所以必须要选择适合的人, 来传授这个法门, 不得胡乱的到处乱说, 一定要慎之又慎, 慎之慎之。 古人讲法传法的时候, 都是非常神秘的, 不是轻易的讲法传法的。 必须勘验弟子的奔弃耳斌, 身恐传废欺人。 担心个别的狂徒, 比如说狮子童, 道法之后, 霍乱佛教。 其实这个担心是有根据的, 我记得在2003年04年的时候, 周村, 有一个居士, 我不说他的名字了, 因为出家人不愿意说别人的过错错失。 他一开始挺坚诚, 跟我学, 分哲分掌很虚心, 我就去告诉他, 这个佛法的一切道理。 结果他学了以后, 这个人没多少文化, 出去以后到处吹牛, 说人大的同地。 他在收徒弟。 他在收徒弟。 军事啊, 你去军事是在收徒弟。 哦, 周村, 资国, 东营, 威坊。 有好多新中国打过电话来返回, 问我有没有这个途径。 我说怎么了, 这某某某人怎么怎么样。 而且呢, 他到处到处演财。 演了财自己开了一个饭馆。 不是素食馆啊, 是饭馆。 他就是鸡鱼, 活鸡活鸡活鸡活鸭什么都杀了那种, 造劫。 而且呢, 后来又有人, 我返回打电话和我投诉。 骗财骗色。 哎呀, 后来到004年的下来年, 郑家寺就写了一张告示, 说郑家寺不承认 郑家寺是郑家寺的闺女弟子。 等过了两年以后, 再会听到这个人的声音。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上哪去了。 忠不忠不知道, 凡事不知所通, 上哪去也不清楚, 会出现这个事。 这就是道法呀。 他怀有不可道人的目的, 道法是坏事。 还打着郑家寺的旗号, 打着郑家寺的旗号。 这是非常可恶的。 所以佛教呢, 管这种人叫狮子童, 老虎狮子那个狮子啊, 不是身上长那个狮子。 老虎狮子身上长那个童, 叫狮子童。 它是破坏合法的。 所以说过去古人啊, 高通大德文讲法、传法, 它是非常重要的。 不得传对欺人, 它传错了。 古人讲法非常慎重, 不轻易全法讲法。 或者有的人跟气差, 听不懂。 或者有的人呢, 不知有所知道。 还有的人, 法治很重, 肆意的棒法。 犯下, 毁谤所法的罪业。 所谓这个法治重啊, 什么法治啊? 因为他那一套才是好的。 你讲的是不符合他的口味, 那就是不入法。 不是正法。 只有他的法才是正法。 这叫法治。 刚才讲过了, 按照佛教, 有四义四不义。 这就是分水里。 要以佛说。 要以了意经, 不以不了意经。 就是佛说的, 也要以了意经, 不以不了意经。 这样才行。 其他, 不管是谁讲的, 不是祖国佛讲的, 他就不要听他, 不要信他。 大家要提高这个精神。 现在这个社会上, 据说有一百多种, 叫什么呀? 叫邪法叫什么呀? 邪教。 邪教。 叫邪教, 定的更高了。 现在社会上一百多种。 前几年我在手机上看, 说是一百一十五种, 一百一十六种。 邪教。 不单是什么工啊, 还有好多呀。 像台湾的, 还有澳洲的。 前一段公安局的调查, 问咱们。 还有民宗语也问咱们。 台湾有了什么正觉什么东西, 跟你正觉寺有关系没有, 我是一毛钱关系没有。 他也打着佛教的名义, 也用正觉的名义, 实际是骗人的。 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 他们做个logo, 跟咱们的logo也差不多, 不知道什么时候学去的。 咱们07年就做了正觉寺的logo了, 莲花的logo。 台湾的那个, 也搞出个莲花的logo了, 仿照着咱们这个。 你看, 就加了几个波纹, 加两个波纹。 还把这个书放到咱们中学寺的博人博一楼。 前一段时间, 夏天的时候我发现了。 我拿给妙识, 让妙识看。 所以说, 大家要提高警惕。 在社会上, 有些人打着佛教的名义。 还有的人, 他居士是不能收徒的呀。 一般居士收徒, 怎么能收徒呢? 听谁听说, 维摩基居士收徒了? 维摩基是释迦摩基和同时代的, 维摩基所说经啊, 很厉害的, 连维摩基都处了。 有一次维摩基居士定了, 释迦摩基不要派弟子们去看他呀? 派谁谁不去? 为什么? 他说, 我们在佛礼上说不过他。 那派文殊菩萨吧, 文殊菩萨我也不信。 你看, 智慧第一呀, 文殊菩萨呀, 欺负知识呀, 都不是维摩基居士的贵手。 维摩基居士拿佛礼, 说得太六道了。 最后, 释迦摩基摩拍地帮的人去看维摩基居士。 结果呢, 去看维摩基居士, 维摩基居士在床上躺着, 半卧躺着, 屋里面有个非常美妙的天女。 在维摩基居士床上坐着, 哇, 这些罗汉一看, 哇, 这些罗汉一看, 这些罗汉一看, 哇, 大菩萨, 怎么当年身上旁边还坐着个美女啊, 天人哪。 那个天人一看, 就明白了, 这些罗汉有分别心, 马上用树, 用神通, 把这些大罗汉都变成女人了。 这罗汉一看, 哇, 什么女人啊。 罗汉一看, 就笑了, 他说, 你有分别心吗? 也让你变女人。 然后, 大家都忏悔, 又恢复了罗汉神。 就这样。 根据戒律呀, 出家人, 现在有很多各种说法, 搞定神秘神经兮兮, 好像出家人往哪一坐, 军事们都得离得远远的, 坐也不敢坐, 站也不敢站, 不知道站在什么地方。 不敢跟出家人坐在一个凳子上, 更不敢跟出家人坐在一个床上。 实际上, 佛经怎么讲的呢? 戒律怎么讲的呢? 比如一条椅子, 一个椅子, 出家人先坐了, 女居士再坐, 出家人不翻街。 如果女居士坐着, 出家人再去坐, 出家人翻街。 大家明白吗? 戒律是这么讲的, 不是不可以坐在一条板凳上, 可以坐在一条板凳上。 要出家人先坐下, 女居士再坐, 这就不翻街了。 如果女居士先坐着, 出家人再去坐, 出家人再去坐, 出家人翻街。 重复说一下, 这可以说的。 现在大家不懂的戒律,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有这些人说得很玄乎, 好像出家人都是, 不是人家烟火一样, 不对的。 出家人也是人, 也是修行人而已, 不过是修行人而已, 有戒律约束。 比如说, 这次我在摩洛哥呀, 跟庙海我们去开这个, 《环境与机遇》高峰论坛的时候, 有一个会议的主持人, 女的,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反正一大串, 咱们不说张产女四, 就说张产女四好明白了, 她一大串, 咱们说不溜达。 这个女的, 要跟我握手出来了, 表示友好吗? 我们表现在, 也可以说不俗俩字, 很挺佩服, 和尚还懂环境保护, 心灵环保, 结果她出来跟我握手, 我跟她笑一笑, 双手合手, 为啥不能接触身体, 身体接触, 这是戒律约束的。 她还表示理解, 笑一笑, 她说发声, Soreign 还在那Soreign 就是戒御阅处的嘛 还没表示理解 这叫做 所以说呢 出家人 第一个大家 尤其是女众女居士啊 不要勾引出家人 我说勾引俩字很严重了 确实有这个情况 2003年的时候 03年 博山正觉寺 刚开始建设呀 我一定还没建成 就有一个女众 就这个姿势 明白吗 拿手 这么着 那那两个器官就很突出了 往我胳膊上蹭 跟我说话往我胳膊上蹭 我一看这情况 我赶紧躲开 一米远 提高声音音量说话 知道吗 这叫什么呀 这叫勾引 那要下地狱的 知道吗 这叫佛教有话 叫能贴千江水 不动道人心 就是千江的水 你可以把它截住 建议千个三峡大坝 那长江水都可以截住 但是道人心是不可以动的 动道人心那下地狱的 千劫万劫难 能贴千江水不动道人心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前一段当正觉寺 正不怕 这个 脸面不光啊 有个出家人 受到大戒了 李秋 抱着个小女孩照相 揽在怀里 还笑嘻嘻的 这个女孩嘛 才十一二十岁 那也不行 传到网上去了 让我看见了 签单 出去忏悔去 忏悔几个月再回来 那么在课堂贴书报出来了 告白 这就是戒律啊 必须得手持的 修行 如果没有了戒律 不斥戒 那还谈修行吗 免谈 一切都免谈 还我记得 2015年的时候 在北京人民大学 何教授 何建明 何教授 挺有名望的 中国人民大学的 这个 国学教授 我们在一起吃饭 有当时在场的 有十几个伙弟子 还有咱们民中局的余剧长 余中财剧长 何建明教授说 还是天下的男人都好色 我说你这个说法不对 不是天下的男人都好色 我说至少比丘不好色 出家人不好色 他说何意见得 我就把我的手机拿着让他看 给一条微信 一个女居士 在这个微信里的写上 师父我爱你 我给那个女居士回微信 我说 我像恭敬佛菩萨一样地尊重你 在佛教里头不能说爱字 但是会说这种爱心是不一样的 这种爱我考虑 我理解是情爱 我说我像恭敬佛菩萨一样地尊重你 在佛教里头不能说爱字 爱和娶是六道轮违的生死根本 希望你自重 如果你继续这样做 我会把你赶出正觉色 我让何建平看 那个微信 哦 他一看 哦以上 肃然起敬 就是说你出家人 要自度度他 自立于他 行出他道 我们大圣国教 参传国教 出家人 你自己要守戒 要斥戒 要精进修行 要带领信众们修行 但是不得有任何悲愤之行 那么在佳居士 你护士丧保 护士国法 你自己心里也很清静 你到世里干嘛来了 你求法来了 求佛法来了 不是来找对象来了 你找对象到社会上找去 你找出家人干什么 所以个别人搞不对 搞不对自己的位置 看着出家人挺英俊 哇 学历又高 你看 又英俊 哇 多好 心生爱慕 错了 不能有爱慕之心 所以大家要注意 要警惕的 所以说 法师们讲法 传法的时候 要慎之又慎 另一方面呢 听法的人 也要非常珍惜 有道是 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 善有难指 高僧难遇 四祖高僧大师 这个时候是这样的 到现在 末法时期就不同了 现在是遍地高僧 满街圣人 为什么是这样的 大家参 不愿意参呢 现在真的到处都是高僧了 前一年有个出版社给我写信 还给我打电话 又写什么高僧传 我也写进去 我说我不是高僧 我就是普通出家人 你别写我 求求你们 真的 花打钱就成了高僧了 花打钱就成了什么长了 你出家人最求的是什么 求道啊 修行啊 你不能把社会那一套 带到佛教里头来 你把社会那套带到佛教里头来 你佛教还叫佛教吗 就像曹雪芯讲的 假作真是真一假 你假的当真的 到时候真的也成了假的了 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大家要警惕 要保持佛教的佛教 佛教的本质 这个不能变 当然 我们要 大家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 你要徒从党的领导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做个好公民 做个好局势 出家人 也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不能说我是法外之人 你法外之人 你这个法是社会呀 你离不开社会的 你不能说我不遵守国家法律 我出家人不遵守国家法律 那你行吗 能走的行得通吗 行不通的 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不管你出家人还是在家人 都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这是大家 一块修行 对共同的政治基础 前提 同时呢 还要遵守戒律 管住自己 管住自己的贪嗔痴慢疑 这些欲望 这些欲望 这样才可以 否则的话 你跟在家人有什么区别 跟在家人有什么区别 跟在家人有区别 出家干什么 受这个罪干什么 早晨三点五十七 到时候还得出锅 还得干活 还得打坐 不过 跟大家讲啊 出家人 所谓的罪 实际上是一种享福 享什么福啊 想解脱福 这叫解脱福 叫天福啊 你看 不用为一师发愁 到时候还有点钞票 拿着 担心 你看 跟过去出家人不同了 过去 明末清初 建阅律师 一梦蔓延 我建议大家都度一度啊 不论出家人 在家人 都看一看 一梦蔓延 一个小册子很薄的 建阅律师的 那时候多难啊 没有担心啊 饭都吃不上啊 知道 就这么出家人 道心坚固 太不完俗 也不处于打工钱 也不处于找个老婆 让人养活着 或者是养活别人 道风才是很坚固的 道风很正的 一梦蔓延 那边这样 所以现在后辈的出家人 就要学习前辈的出家人 这些高僧大德文 随移前辈的出家人 为了修行 要兼顾自己的道心 现在的很多和尚啊 我不是自豪家属啊 比什么 哪个寺院建的好 哪个寺院三斤多 哪个寺院吃的好 哪个寺院穿的好 还哪个寺院光大 谁的师父是什么长 谁的长 谁的长 越长越大 那土地越多 赐人人越多 你为你不耐长 这叫什么 参谱不挂长 放屁不响 你和尚不挂长 他们也照样放屁不响 是吧 这就世俗化了 佛教世俗化 最后结果佛教所向衰退 为什么现在佛教所向衰退 什么原因呢 就是子孙庙搞的鬼 所以正觉寺 坚决不做子孙庙 咱们06年初 来给伟托菩萨做个外牌手术 原来人家捐来伟托菩萨的时候 手心向下 保土向下的 捕着地的 这表示什么 是子孙庙 人家捐来的时候 人家不懂 咱们正觉寺 唯一的同像 就是伟托菩萨 其他佛像全都是相当过的 唯有这个伟托菩萨 是人家系统捐来的 是博山的李内华 李大菩萨 他们家製造水泵的 他们家开的工厂 他建了一尊 给伟托菩萨香 一开始伟托菩萨手心向下 保土向下 后来06年 咱们做个外科手术 手心向上 保土朝天 这代表 十方丛林 正觉寺要建十方丛林 做好子孙庙 因为子孙庙 它难以守持戒律 就像居家生活一样 师父徒弟徒子徒孙 你犯戒律的没关系 食徒嘛 食兄弟嘛 互相高探一眼 过去了 说一说 后部为例 下部为例 是你照样的 所以正觉寺 就是坚决读结这种状态 这种状态 建十方丛林 用丛林规矩来管理寺院 来修行 说 不管是我替祝的 还不是我替祝的弟子 到正觉寺来 所有的出家人 一律平等 谁也不许 打击谁 报复谁 或者是看不起谁 都是佛弟子啊 都是佛子啊 实践过尼佛的徒弟 徒子徒孙 明白吗 大家吃的饭 穿的衣服 都是释迦国一和省下来的 释迦国一和 本来应该活到一百岁 结果八十岁元气 省下二十年的饭食和衣服 给后备的出家人吃穿 所以大家吃的 不是人打的饭 是三宝饭 包括居士们到正觉寺来 免费吃肉 吃的谁的饭呢 三宝饭 都是人打的 不要感染人打 反正人打会有用的 反正三宝就贵了 所以大家要吃三宝饭 要做三宝式 也要修行佛法 老实修行 不要辜负了你吃的这顿饭 不要辜负你吃的三宝饭 这就好了 好吧 好嘞 遍地高僧满街圣人 现在都是这样 你说的不是圣人不高兴 所以就是公为人家 但是不能忘你 不能欺 好嘞 大家谈大屏幕 法海随无量 言之在一言 得意既妄言 一言亦不用 如此了了之 事为得佛意 是道新大师讲的 他说佛陀的教法是可修可证 能修能证的 佛经法宝虽然像大海一样的深广 却不外信解行政四世 关键在于行字 也就是说 佛法是用来指导修行的真理 既然是真理 便不在于言辞这多少 抓住言简意该的一句话 用来指导修行就足够了 佛法经典三藏十二部 好入烟海 无量无边 但无量的法门 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百间法门同归方寸 何沙妙德总在心圆 是道新大师给牛头法荣说的话 方寸日里边的两句话 百间法门同归方寸 何沙妙德总在心圆 本书里的祝佛心第一 一横三昧 手一不移都是一句话 你能领会这一言的内涵密意 用于指导修行也就足够了 最后能够灵活运用 连这一言也不执着 也要放弃 则意皆妄言 这里的则意二字 不是则意妄行 吹风则意 治则意满的则意的意思 而是得到佛经的药意的简化 得到佛经佛法的药意 这个则意 明白了佛经的药意之后 就可以把这句话舍掉 这句话也就不用了 实际上佛寸佛在金康经里边讲 事故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以事异故入来常说 如登以求知火说法 入法规者 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佛陀这句话的意思 实际上人们既不要执着法 也不要执着非法 佛陀所说的法 就像供人们过疆的读法子一样 只是工具而已 人们趁着读法子过了疆 过了疆也把读法子舍掉 你不能背着读法子上岸 那就不对了 所以要舍弃它 四五道信大师以上所言 与佛陀在金康经里边讲的意思是一样的 意在指导修行者们 不要产生法子 若此搞清楚明白了 就得到了佛陀的意指 与佛相应了 好 今天四五道信大师 诸八一要方便法门 这个第六讲 就是道信谈法第六讲 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来 修行功德书上衡 无边圣府结为相 处愿沉溺度众生 素宝无量光伯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扩河 摩扛摩托 摩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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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